开始于2017年的世界穷人日 今年要迈入第八届 如同往年一样 1300多名穷人 11月17号主日 要与教宗方济各一起享用午餐 11月17号上午 教宗方济各将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世界穷人日弥撒圣祭 在弥撒前 教宗要先降服13把钥匙 他们每一把都代表了 甚为增爵大家庭 要在13个国家里 启动的13间住房项目 这个项目涵盖了 在13个不同的国家中 为弱势群体建设新住房 到时候也将推动多项爱德善工 例如如何透过堂区的联系 为低收入户支付家用账单 其中一个落实这项项目的国家 是叙利亚 在那里已经有许多 被西方媒体遗忘 却持续忍受将近20年的毁灭性冲突 教宗方济各在2024年 世界穷人日文告中指出 在战争推波助澜下 糟糕的政策 造成新的贫困情况和无辜的受害者 教宗敦促每个人与穷人 并为穷人祈祷 强调那些志愿者们 持续为我们城市最贫苦的人服务 体现出天主对有需要者呼喊的回应 今年教宗尤其从德训篇选择了格言为 穷人的祈祷直达天主 这个格言强调了穷人 在天主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俯听他们的祈祷 迫不及待地在他们的苦难中 予以辅助 直到正义伸张为止 德训篇表明 上主必迅速为穷人申冤 世界穷人日 鼓励教会走出去 接触当今世界各种形式的贫困 11月10号 亚洲真理电台 在举办真理杯颁奖典礼的隔天 带着众人来到位于马尼拉大都会 帕塞市的墓地 做爱德慈善工作 看见住在墓地中的孩童 各个兴高采烈的欢迎众人的到来 参与真理杯的与会者 用菲律宾加他录语 Mahal Kanga Dios 天主爱你 做成歌曲献给他们 他们也用歌曲回应 这一来一往爱的共荣 实在看出我们不论出身何处 都能如同兄弟亲一般 珍视彼此 欢迎彼此 也看见天主的爱就在这当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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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